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 海峡论坛的持续举办和台湾民间的踊跃参与 证明要和平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 仍是岛内的主流民意 大陆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着眼点和落脚点 是为两岸同胞谋福祉 这份初心让台湾工商业界倍感温暖和安心 尤其我们工商企业界能够安心 也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继续在大陆投资发展 工商企业界继续的来多交流 对两岸的发展 我想我们是充满信心的 台湾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奇悦则期待 藉由海峡论坛等两岸交流平台的推动 让两岸的善意持续累积 为全面恢复交流交往的正常化铺路 作为旅游业者 他格外期盼 两岸旅游产业能迎来充满花开 两岸的人员交流的正常化 当然包含了我们最关心的两岸的旅游交流 赶快能够正常化的来做一个推进 那当然也在看说海峡论坛的时候 会不会能够进一步的福州出发的这个彩线团呢 能够顺利的来前往马祖呢 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明正认为 尽管赖清德520讲话重置台独言论 让台海局势进一步恶化 尽管民进党当局不断阻止恫吓台湾民众参加海峡论坛 但海峡论坛16年来风雨无阻 并且越搬越好越搬越精彩 这充分表明两岸同胞渴望走亲走近的共同愿望 是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 我想这样的一种交流的势头 以及这个毕竟不管怎么样 两岸人民同温同肿 血浓于水 这个是两岸交流的势头 是党都挡不住的 这种交流的势头